得分後衛這個位置在NBA歷史上湧現出過很多天才球星,比如NBA史上最偉大的球星喬達就是得分後衛,而新世紀以來最強的分位莫過於可比,其次就是維德。 如今要說現役最強的得分後衛,無疑就是火箭隊當下球星哈登,除了哈登之外還有巴特勒德罗旦湯普森等早已打出名堂的巨星,以上這些球星都是在聯盟征戰多年,用實力證明過自己,如今雖然是他們的天下,但是NBA是一個更新化但很快的聯盟,也許五年之後,就會被其他新人取代,而現役也有這麼一位球員。 比起哈登年輕全面,比起維德更勁爆,綠巴特勒血性強硬,這些要素更讓人看好未來,他更有可能成為第一分位。 這位球員就是全市隊的米切爾,雖然只打了一個賽季,但是他上賽季的表現,絕對是17屆選秀率最出色的。 這位球員與NBA巨星圍都很相似,都擁有出色的運動能力,優質的身體素質。 新秀賽季的米切爾就獲得全明星扣籃冠軍,比起維德更加勁爆,對比兩人新秀時期的數據,也是勢均力敵。 在NBA爵士隊釋出了名的硬骨頭,擁有打不死的精神,而米切爾所展現的特性,完全符合爵士的風格。 尼切爾在比賽中充滿激情,雖然只是個新秀卻展現出他這樣的氣質,敢於和那些成名已久的巨星對抗。 浮起場,尤其在球隊處於落後情況下,能夠挺身而出,比起巴特勒更加血腥和強硬,這可能就是13號秀的傳承。 作為當今NBA攻陷第一分位哈登在技術層面和組織方面比尼切爾更好。 畢竟哈登要比尼切爾早進NBA有8年,但是哈登雖然進攻出色但是在防守方面一直受人詬病。 而尼切爾可以說是攻防俱佳,都達到聯盟頂級水準。 並且尼切爾的潛力還遠遠沒有開發,更重要尼切爾比哈登要年輕很多。 再加上努力自律未來尼切爾就被成為第一分位的潛質。